郭委員 到底現在李大維講了這個話沒有 現在李大維也沒有否認 他有打電話 他只是說他沒有 沒有去講這個BNT 人家叫你不要買 他打電話幹嘛 對啊 我現在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事實上對BNT採購那個過程 我那個時候是完全投入的 而且我之所以會跟民進黨 越走越遠也是這件事 我們那個時候就聽到兩種說法 第一個就是蔡政府認為 透過憲治委可以去搞定 德國直接賣給你 所以他就不要透過上海復興 對不對 就民進黨內部有一群人就是 我不要透過上海復興 這個是事實 後來德國那邊不成 因為德國政府說 我們不能去左右企業的決策 對不對 事實上就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 他想要讓國產義脈有更多時間 結果國人就是施打得比 那第二個是他的製造來不及 然後病情又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覺得他是被台灣的疫情 越來越嚴重 我記得那時候已經有好多 好像七十幾個人已經過世了 所以他就壓力越來越大 他是在輿論下 因為慈濟也跳出來 說高中生都沒有疫苗 慈濟那時候的訴求是 你至少要讓年輕人打得到 所以我覺得他是在這整個輿論下 最後不得不妥協 原來的那兩個理由 事實上從頭到尾都是真的 就是他認為他透過德國買得到 第二個就是 他要給高端更多的時間 讓國產疫苗有更多機會 這個都是事實 在林玉財那個時候 還沒有介入這個事 我覺得他只是照本宣哥 我不送下好不好 這個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萬般刁難BND 就是為了服事高端 就是美其民就是 要發展為類似台積電這樣子 所以第二座的一個復國深山 就是深居產業 那時候是暗指搞端 所以這樣子他的理想法 他的夢也好 我要強調是 現在就在這個時候 郭台銘一個小時以前 發了臉書 他臉書寫了一端 2021的5月 國內疫情嚴峻 每天有許多人 染疫生活 我向政府表示 願意採購疫苗 李大偉是政府的代表 溝通無數次 但是在6月17號 6月17號 他11月17號 接到李大偉的電話 說大小姐說 你不要買了 國台銘這個臉書 我現在是因為別人傳給我的 都在瘋傳 而且傳的人很多是年輕的 很多是挺綠的 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新聞大了 本來就像主持人講的 這才就過了 但是現在因為他否認 有人說謊 大家就很想要知道 那個內容真正的是什麼 其實就像總統府 就像郭歐正亮剛才講的就好 說我當時的確 我如果能從德國直接買 我就不要經過上海附近 大家也會同意 如果你承認德國很快買來 很好幹嘛中間經過一手 然後我們也想發展自己的 國產疫苗 這樣不必養外國的鼻息 也很好 但是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才有就是說希望這樣 但是後來因為疫情嚴重了 所以我們就開放了 讓國台銘進來 不是也是一句話嗎 事實上也是這樣 中間有沒有 故意給他穿小鞋 這也就結束了 要說我沒講這話 都沒有阻擋他 沒有什麼 你就騙人家 知道你有阻擋 怎麼會沒有阻擋呢 好吧 王世堅跟柯文哲來了 王世堅說柯文哲九月就會抽腿 他現在不能鬆口 九月 你看那個時候 明年一月選的 九月的時候他就不選了 他講的是登記前 對 登記九月 因為九月登記以後就不能了 以後你就違法了 然後他說這個時候 就會爭立法院龍頭 柯文哲想幹的 是沒有總統做過立法院長也不錯 跟藍營會交換立法院長 柯文哲就跟王世堅說 我們來打賭 保證 來打賭 要不然輸會吞曲棍球 因為上次王世堅是不是跟他賭 要吞曲棍球 不是他 他現在是跳海高空彈跳 王世堅現在跳海有跳了 就是說 柯文哲就是說你吞曲棍球 王世堅說我不要吞曲棍球 我要跳海 或高空彈跳 好 那會怎樣 柯文哲你去登記了 要參加總統提名 說副手是會怎麼回事 說不分區會向天下爭彩 副手也要向天下爭彩 副手不分區都要向天下爭彩 大家以為說黃珊珊陪的區 應該是黃珊珊 怎麼要向天下爭彩 王世堅就講話了 說柯文哲吃罐所有的豆腐 黃珊珊就在旁邊 對不對 你爭什麼彩 然後王世堅就說 說柯文哲喝大棒罩 說自虐就會贏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偷大賣罩要賭就來 你要跟誰賭都可以 你千萬不要跟王世堅賭 要賭就賭大一點 賭吞曲棍球怎麼樣 你不要每次都隨便講一講 就跑掉了 這兩個男人真的太狠 王世堅預言柯文哲9月抽腿退選 爭取立法院長寶座藍白河 結果柯文哲直接嗆賭 囤曲棍球 但逢賭必輸的王世堅提議 要賭就賭大的 比方說高空彈跳啊 這才是雖然危險 但是具有挑戰性 曲棍球那是段儀康跟韓國瑜的對賭 奇奇怪怪嘛 那個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實現 客觀者是很可怕的啦 你看他卸下首都市長的光環 他還維持那個高檔的聲量 有扶龍王的公開肯定 就看能不能也浮起 柯文哲20%的民調危機 你們民眾黨到底怎麼樣 跟王世堅 昨天其實因為我也陪主席 去做這個登記 然後我就在旁邊 但是媒體問他 我覺得他們兩個就是 習慣是大水狗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選舉就是還是要多加一點 就是小花絮 讓大家就是有趣一點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純粹 他們兩個大水狗這樣子 昨天還有媒體在旁邊跟我 我就聽到很小聲講說 他們兩個就是曬恩愛 講來講去這樣 這是媒體的講法 後來講我覺得昨天 因為其實主席確實也是說 我們的不分區跟他的副手 他都要公開徵才 但是其實剛剛趙哥沒有講到 其實他當場也有講 他有說黃珊珊確實 也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這其實他當場其實也是有講的 至於就是說他會不會去做這個 爭這個立法院長 目前我是看不到任何的跡象 就是勇往之前 他的20%往前 是他一直給我們的這個目標 就是說他現在我們在各地 跑行程其實是沒有鬆懈過 他每天還是跟我們一起開城會 開完城會之後 繼續到地方去跑行程 所以我想他都已經在黨內做登記 我們因為5月17號中央委員會 通過之後應該就會真實做宣布 目前520應該是一個確定的日期